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种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游戏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已经相当重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贤云影 为了防止愈演愈烈的希腊债务危机 演变成一场欧元灾难 在5月10号 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达成了一项 总额达到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 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 就在全球经济感受到希腊债务危机 带来的新一轮的冲击之时 远在希腊的一群中国商人 也在以他们的方式 亲身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黄灵江十天前刚从希腊回到温州 对于前段时间 希腊的混乱局面 他现在还很担心 黄灵江在希腊做了十多年的外贸生意 现在是希腊华人华侨总商会的常务副会长 他告诉记者 今年的生意是这么多年来最糟糕的 几乎所有在希腊的华商都面临困境 而对在希腊设有店铺的华人商贩来说 影响尤为严重 最近今年的云业我们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平均是像我们游戏百分之四十 一半也不止 希腊是浙商在海外聚集的国家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在希腊地区经商和生活的近两万华人里 浙商有五千人左右 主要来自温州 清田 金华等地 从事服装 鞋帽和小商品贸易等行业 尤其是希腊首都雅典 更是有成百上千家温商店铺驻扎 黄凌江告诉记者 希腊国内发生债务危机后 对当地人的消费信心打击很大 造成了消费市场的萎缩 这也是他们营业额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因为希腊就是民众没有钱了 国家福利取消对公务员的福利 制度横延嘛 每个人都手里没有钱了 就购买力下降了 黄凌江告诉记者 不仅是营业额下降 他们的大部分货品都是从国内进到希腊的 因为欧元对人民币的持续走低 导致他们的成本上升 利润下降 他们现在只能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来弥补损失 就是减少一些费用啊 或者是就会进户呢 就是少进点 慢慢进点能顾 就是顾 还有呢 做其他做些其他的收入 比如说 有些东西 去那又关了 有啊 有铺到酒啊 带回中国 看看能不能做其他商业 就是能介绍着我们这些 那些事 那么目前身在希腊的华商们近况怎么样呢 记者通过岳阳电话采访了几位 正在希腊的浙江商人 哦 希腊 现在整体的经济吧 现在 心里都很乱 大家都心里没 我们整个生意都 跟去年同期相比吧 几乎 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从那个三月份的时刻吧 嗯 就慢慢慢慢越延越 越延越烈 到现在 现在可能是到了一个最极端的状况 温锦东告诉记者 目前他们面临着三方面的压力 首先是希腊人的购买力下降 其次是欧元汇率下降 成本上升 最后就是 最近希腊政府制定的营业税 一路攀升 有一点的 他们国家现在就连续的加税 增值税从19% 前度要增加到21% 然后现在 可能是到6月1号开始 又要从21% 上调到23% 就是老百姓现在 不是说突然就没钱了 就是有钱他们不敢花了 因为这前景 他们没有这种消费信心 特别是退休的 靠养老金过日子的 那个大的群体吧 他们就再把钱在手里 放在口袋里 就不管再也拿去花了 除了必须的生活 那个面包 什么生活必须品 然后他们这个很多东西都 消费信心没有 温锦东说 他们正在想各种办法来维持生意 希望情况能够逐渐好起来 别的对策也没有 关键就是说 把过程调低 然后把价格 把尽量保本来销售 因为欧元 欧元现在跌得很厉害 对我们来说 以前本来有正常的 10%到20%的地润的 全部被欧元的 欧元汇率的跌落 全部可以消化掉了 抵消掉了 现在我们就指望能 整个生意能保本做下来 先把这个南瓜 跟希腊人一起 把这个南瓜先渡过 如果在南瓜以后 可能会好起来 只要我们在那边 还能生存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在那边待下去 如果是连生存都 真的不下来玩 营业儿掉个百分之 你说百分之七十 如果掉下来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只能回国 徐伟春是希腊华人 华侨总商会的会长 他告诉记者 目前华商主要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 待在希腊时间较长的老华侨 他们愿意回到祖国 另一种是 在希腊时间不算长的新华侨 他们觉得 自己辛辛苦苦 在希腊积累了这么几年 不愿意就此放弃 我现在心情比较复杂 因为呢 就是说 去留 很多人也提出 就是说 希腊已经完了 差不多那个了 但是我本人觉得 这对希腊还是有信心的 因为希腊 对于中国货 它是比较接受的 我相信在一两年 它能熬过这场经济危机 它的购买力会回升 果然还是有生存空间的 在希腊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之后 我们华人华侨 愿意与希腊民众 共进队 因为我们 我们毕竟对希腊 还是有感情 4月23号 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 希腊政府几经挣扎 最终还是被迫向欧盟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提出求助 而希腊为此付出的代价 就是实行更为严厉的 财政紧缩政策 居民收入下降 消费支出减少 购买力下降 已经成定局了 那些在希腊做生意的 中国商人 感到今年的日子最难过 但现在 债务危机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已经不仅仅局限在 希腊一个国家 整个对欧盟出口 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一起来看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 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宋凯如坐针毡 每天到办公室 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电脑 紧盯汇率变化 又降了我百分之一的地人力 宋凯告诉记者 他们公司现在的主要业务 是向欧元区国家 出口服装等纺织产品 每年的贸易额 大概有1500万欧元 因为是用欧元结算 对于他们这样的外贸企业来说 欧元汇率的大幅变动 直接关系到公司的盈亏 纺织企业 特别是服装出口 实际上利润空间是很小的 大体上基本上就是5% 对贸易上来说 大体上就是5% 如果你汇率波动超过这个区间 那肯定就是出现贸易 宋凯说 仅仅是最近这两个月 因为欧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 粗略算来 因为汇率变化导致的直接损失 就高达上百万元 人民币对欧元在 三月份左右的时候呢 应该能够到9块5 那么现在只有8块8块5 当然这个中间就有很大的差距了 这个就会有一大块损失 据了解从去年11月份以来 欧元对人民币已经贬值超过10% 宋凯告诉记者 从去年年底开始蔓延开来的希腊债务危机 使得消费力本来就不均衡的欧盟市场雪上加霜 欧元的持续走弱 不仅影响到了他们这样的出口商 也沉重打击了欧盟国家的进口商 欧盟对欧元升值以前的 它的已经进口的产品 就是它的库存 它在销售的时候呢 会经历很大的损失 对吧 会经历很高的损失 它是高升稳进的 然后又市场不好嘛 它又低价销售 那对我们来说就减少了 对我们的采购份 宋凯说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因为欧盟采购量的减少 他们的出口订单也减少三分之一多 而对于现有的出口订单 他们也只能自己想办法来降低 因为汇率变动引发的风险 我们做成本的时候 定一个基本汇率 然后呢 定一个上下浮动期间 1.5 正负1.5 如果我升值了1.5 你净多商 这个客人不给我 我贬值了一点我 我不给你净多商 做了这样一个商业安排 宋凯告诉记者 尽管他们公司和希腊 没有直接的贸易关系 但他现在最担心的是 这次希腊的债务危机 会继续发酵 破坏性会越来越强 因为我们注意到呢 它可能引发西班牙的问题 引发意大利的问题 是吧 这个就所谓这个南欧的 这几个国家的问题 那它可能就会引发 整个欧盟系统 欧元区的问题 这个呢 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宋凯的担心并不是起然忧天 在欧元区国家当中 葡萄牙被认为出现 债务违约的风险仅次于希腊 而在西班牙 意大利和爱尔冷和欧元区国家的 债务问题也是相当的突出 这些定时炸弹 会不会紧接着希腊的脚步 一刻刻引爆 蔓延成一场威胁欧元地位的 多米诺骨牌呢 一分钟广告之后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虽然欧盟在5月10号 推出了史无前例的举措 以遏制希腊债务危机蔓延 但是这场可能波及 欧元区多国的债务危机 还远远没有画上句号 已经成为威胁欧盟经济复苏的 头号杀手 这场危机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 希腊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问题 在2009年12月曝光 随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 纷纷下调其信用评级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此后几个月内 危机愈演愈烈 葡萄牙 意大利 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 接连爆出财政问题 连德国等欧元区 主要经济体也受到拖累 之所以叫主权债务危机 那么是因为这些政府的 这个政府的财政出了问题 一方面呢 是财政赤字 这个规模比较大 另外一方面呢 是政府债务 攒GDP的比例也比较高 那么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呢 就首先使得投资者 对这样一个政府发的 这个债券的 这个可偿还性 产生了怀疑 那因此呢 这个债券的信用等级 被调降 张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他告诉我们 由于欧元大幅下跌 加上欧洲股市爆错 整个欧元区 正面对成立 十一年来最严峻的考验 在英国金融时报 评出的 今年前四个月 股市跌幅最大的排行榜上 前四个国家 都是欧洲国家 分别是希腊 斯洛伐克 塞浦路斯和西班牙 为了防止债务危机 恶化和蔓延 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主要西方经济体中央银行 5月10日就推出 7500亿欧元救助机制 达成一致 此次救援的效果 目前还难以判断 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会对人民币汇率 带来一定影响 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 我们要看两个因素 一个是人民币和欧元 各自的基本面 支持他们怎么运动 另外一方面 是美元和欧元怎么变 所以说就综合这两个因素 我们认为 未来人民币对欧元 应该是会升值的 升值的幅度 部分是取决于 美元对欧元的汇率走向 但是这个大的方向 就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欧洲在2007年 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伙伴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 使得欧洲的进口需求萎缩 继而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企业 数据显示 中国的出口 对外国需求的依赖程度很高 我们做了一个计算 如果外国的需求下降一个百分点 那么中国的出口会下降 就是说超过两个百分点 所以说呢 就是说会对中国的出口 造成不利的影响 但是除此之外呢 对中国的消费投资的影响都不大 张明告诉我们 随着欧洲救援计划的推出 尽管未来两三年 欧美经济会恢复 但仍然是一个持续低增长的态势 他们外需的恢复也不容乐观 面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对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国的出口企业 更应该在欧美之外 发掘一些新的市场 金砖四国 以及其他一些新型市场 国家的增长会比较强劲 所以说中国企业 应该及早的做这种 出口目标市场的切换 更多的向第三世界国家来转移 那么第二个层面 就是说我们应该及早的 做这个技术创新 及早的向这个产业链 微效取权的两端来破绽 及早的就是说 转向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 这样才能抵消 就是说外部需求萎缩 和人民币升值 对出口行业造成了不利冲击 方明中国银行高级研究员 在方明看来 希腊的这次债务危机的影响 仅仅局限在欧盟区域 并不会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 而上周末 欧美股市大跌 债务危机也仅仅是一个诱发因素 真正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套利结束 方明还认为 几个月来欧元的持续走弱 欧洲债务危机并非是唯一的因素 而相当一段时间里 欧元的走势 可能还要看美元的脸色 奥巴马说了 我前两天他说一句话叫什么呢 说将来随着美国经济走强 美元的强势是可想而知的 这话就意味着 随着套利交易的结束 随着美国联储的加息 在美国经济好转背景下 那么美元还会继续走向 欧元还继续下跌 那么这是一个趋势 并不于欧洲债务危机完全为转 方明告诉记者 欧元作为一个货币联盟 本来就存在着固有的矛盾 而这些矛盾 也是他不看好欧元的一个重要原因 矛盾就是 这个统一的货币政策 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之间的 这种政策之间的一个矛盾 那么这种矛盾 是人们认识到欧元不可能太强 那么这个也会给欧元带来 一种心理上的打压 也就是说欧元 我个人估计 未来还会往下行 方明对欧元的担忧 也是不无道理的 爆发危机的激腊经济 总量尽管是不足欧元区的3% 但因为统一的欧元 在欧元区各国之间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 以至于一个希腊的信用风险 就会顺着欧元管道 迅速冲击到整个欧洲的金融和信用体系 那么这场危机 会不会危及全球经济整体回暖的趋势 引发第二轮国际金融危机呢 另外欧洲的债务危机 会不会改变欧元的命运呢 我们终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蒙达尔先生和奥曼先生 蒙达尔 欧元之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他看来 这次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 已经波及全球 而中国则是欧元区外 受到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蒙达尔指出 自2007年以来 全球经济先后遭遇了四次危机 分别是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所引发的危机 紧随其后的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 和这一次的欧洲债务危机 这次危机给之前 正在奇稳向好的欧洲经济蒙上了阴影 而且并不排除导致 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 再次下滑的可能 但是蒙达尔依然乐观地表示 相对于2008年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而言 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 尤其是自3月25号以来 欧盟联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开始向陷入危机中的欧元区成员国加以救助 并于5月9号公布了一项 金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 该机制由三部分资金组成 其中4400亿欧元由欧元区国家 以政府间协议的形式提供 600亿欧元由欧盟委员会 自金融市场上筹集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将提供2500亿欧元 根据这套机制 如再有欧元区国家陷入债务危机 将可以申请获得资金支持 这一救助计划 被蒙德尔视为解决此次危机的希望 但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耶路撒冷西伯来大学 数学研究院教授罗伯特奥曼 却对此忧心忡忡 在罗伯特看来 这一救助计划 无疑提供了一种负面的激励机制 虽然它可能会立竿见影地 化解眼前的债务危机 但是从长远来说 却无疑埋下了隐患 我觉得 bailouts 将会更大危机在未来 在未来未来 未来 但未来 5 or 10 years or whatever something like that we're going to go on with those debt levels they're going to be with us for the next 10 years so it doesn't mean that the crisis can't end but it's going to be more difficult for the to cope in the next 10 years and they there has to be a movement away from this convention of countries being allowed to run even 3% deficit not just breaking that rule but even 3% deficit is too much 不仅如此 这个救助计划 涉及的资金规模庞大 在短期内 也可能会导致欧元的贬值 you shell out 750 billion euros yeah the euro goes down yes becau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print the money to pay that back yes if it goes up by 1% a year it's not going to be a disaster thing but if it goes up by two or three percent a year it would be very harmful because with two or three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price level in europe it would yeurop has strong labor unions and they would insist upon higher wage rates and then that would compound on itself it would create a bigger problem for europe so they have to watch that very carefully 此次危机 不仅让欧元对美元极致贬值 还在考验着自身的可持续性 金融大鳄索罗斯撰文指出 临时性的协助 应该足以令希腊走出赤字阴影 但欧洲所面临的更大问题 将是欧元的未来存在疑问 毕竟欧盟只是一个货币同盟 而非政治同盟 这意味着 他只有中央银行 而没有统一的财政部 这将使他的偿付能力出现问题 在索罗斯的畅空带动下 欧元一时前途未步 蒙代尔也并不讳言 此次是欧元问世以来 所遭遇的最大危机 但他至今仍然对欧元的前景 保持乐观 in your opinion how much will be the lowest exchange rate of euros during this crisis I'd be very surprised if it went much below 120 it could go down to 110 when at the time the first euro was agreed upon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1998 in the middle of 1990 it was about $1.13 I couldn't imagine it could go down to that level but I very much doubt that it will I think it's more likely to stay in the range of it might may go down to 120 it's now been to 126 but I don't see it going way down it certainly not going to go down anything like the level it went down in 2001 when it went down to 82 cents it won't never get best I don't think it will we'll ever see a euro below a dollar again 在他看来 至少就这次援助计划 所涉及的资金而言 对国内生产总值 高达13万亿欧元的欧盟来说 不成问题 而且他相信 受益于欧元的国家 都会愿意为救助计划买单 as we know eu is just a monetary union instead of a political one so is this bear out plan really feasible in another word will these member countries pay for it euro has been such a great economic success coutries have benefited so much from it europe has become but stronger economy because of it at least the members of the eurozone that no country wants to leave the eurozone so the incentive to move into it are very high and the incentive to keep it going and keep it solid very strong they're willing to make the sacrifice 蒙戴尔认为 虽然债务危机 对欧元和欧元区造成了冲击 但是危机之后 欧元仍然会保持 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the euro has been increasing its share of global reserves since it began in 1999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continue because i think what what will happen is that there's a huge amount of european debt out there but there's also a huge demand on the part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financial assets that are safe financial assets that are good buys and i think that i don't know whether you'll see an increase in interest rates in europe but with the lower euro the those European bonds are much better buys 任何金融层面的危机 都是实体经济恶化 种下的苦果 这次欧洲债务危机 也同样如此 过去十多年里 为了维持经济的表面繁荣 包括希腊在内 不少欧元区的国家 是大局取债 财重赤子居高不下 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经济中的泡沫成分 终究会以这样 或者是那样的方式爆发出来 如今不仅是希腊 葡萄牙 爱尔兰 比利时这些欧元区 比较小的经济体财政赤子 和政府的债务 对经济占卜 已经超过了欧盟规定的上限 西班牙 意大利 德国 法国 这样比较大的经济体 也都在超标的行列 这就意味着 欧洲债务网络 现在已经崩到了极限 只要这上面任何一个节点 出现明显的震动 都可能会撕裂欧元区的信用体系 引发系统性风险 全面爆发 欧元区现在的危机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 真正防止资产泡沫 和通胀预期抬头 因为住过水的经济 注定不会走得长远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 其他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